到底什么是暧昧关系呢 你们两个人算是真的在暧昧吗 哈喽 你好 欢迎来到最实际的幸福教学 我是欣红 那时常呢 女孩子都会问我说 欣红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已经进入了暧昧关系吗 或者甚至有时候 明明已经在于暧昧关系的 但是女生却察觉不出来啊 那所以呢 今天呢我就要来回答这些问题 到底什么是暧昧呢 如果一个男生呢 做了以下的这五个行为的话呢 那么你们90%就是在暧昧当中了 那第一点 男生呢 在暧昧当中会有的行为就是 给你一个昵称 昵称呢 通常呢 是属于在比较亲密关系当中呢 我们会给另外一半的一个称呼 这代表说呢 我给你的这个称呼呢 更加的亲密 跟别人给你的称呼是不一样的 你的朋友叫你星红 我叫你红红 那你的朋友叫你Alan 但是我叫你可爱 那这些不一样的称呢 其实都是告诉你 我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看到你的方式 看待你这一个人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呢 在你们两个人相处当中啊 这个男生呢 有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昵称的话呢 那么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不简单哦 但是呢 你要观察呢 这个男生平时啊 会不会也同样的这样子去对待其他人 如果他平时呢 都是对每个朋友啊 都会给他一个特别的名字 那他不是在给你昵称啦 他可能是在嘲笑你 而且当他在给你取昵称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他是不是有伤害性的 那如果他是刻意的在伤害你的话呢 那可能呢 那个昵称啊 并不是来自于一个好的intention出发点 并不是 第二点呢 暧昧当中的男生呢 他会做的事情就是平密的联系你 那男生通常呢 并不会很平密的联系一个人 都是正常的 当男生在给你有兴趣的时候呢 就是在前期认识啊 他是有兴趣期的时候呢 他偶尔会回复你是正常 他偶尔不会回复你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一个男生真正的喜欢你了 他真正的想要追求你了 那他会很平密 很平密的联系你 他会开始天天关心你 问候你 不断的去知道 你的生活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 像上个星期 我分享的那一个学员例子也一样 学员就说啊 在之前呢 他们的两个人的关系就是 有回复没有回复都很正常啊 可是到后期在他告白前一两个星期 这个男生就开始每天信息他 很平密的信息 一直很平密的信息 就差不多两三个星期 这个男生就告白了 所以你开始发现 如果这个男生一直在信息你 一直在主动关心你 那代表他对你有不一样的意识 没有一个男生会这么这么的无聊 或者这么这么的空闲 天天去信息你 除非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事情做的男生 第三点 这个男生也会报备行踪 在暧昧期的男生呢 他们会开始交代自己 可能之前呢 这个男生觉得没有责任感 他不需要跟你交代他自己啊 但是当你开始发现 这个男生天天告诉我 他现在要去上班 待会几点下班 然后他现在跟谁一起出去 他跟谁一起见面 他跟谁一起打游戏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开始自己主动的告诉你 他自己的行踪 自己的规划的时候 这个男生这样子做其实是因为他在乎你 他想要告诉你让你有安全感 所以他跟你报备 告诉你他所有的行踪 让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那男生通常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啊 头脑啊比较大根筋的人啊 他们不是那种很注意细节的人 所以报备行踪这种细节啊 正常的男人是不会做的 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男人 暧昧的男人 或者真正喜欢你的男人才会这样做 那第四点呢 暧昧中的男生呢 他会开始关心起你的身边的男朋友 并不是你真正的男朋友 而是你身边其他的男性朋友 男生开始观察起你身边有没有其他的男性朋友 是因为他要知道 你有没有其他的人在追求啊 那当你开始发现 这个男生会询问你的公司里面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呢 你跟你的朋友他们一起出去有男生一起吗 或者那天跟你一起走在路上的那个男生 他是谁呢 当男生开始去询问起你身边其他的男性的话呢 那代表他是对你有意识的 他正在观察着你 而且他要确保的知道你是没有其他男生在追求的 我可以去追求你 你 are available 我才能够开始去行动嘛 那第五点 如果这个男生开始因为你 而拥有情绪的影响 那男生呢 通常是偏向于理智的 他们通常不是那么感性的 情绪呢 并不是他们主要的表达能力 而理性才是 他们通常会有很多逻辑思维来去思考 而不用感性 更加不会有情绪上的波动 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男孩子 他会因为你做的某些事情开始伤心 难过 他有情绪上的影响的话呢 那么这个男孩子就是真的很在乎你了 比如说你的其他朋友上载了一张 你跟其他男性朋友的合照 但是这个男孩子就会有所反应 他会有一点担心 或者有一点点低落 有一点点冷淡 你发现他不是平常的他 他有情绪上的影响 那代表他正在在乎这件事情 或者可能你有一些长时间没有回应他 没有回复他 他竟然会回问你 为什么你那么久都没有回应过 这样子代表他真的有在在乎你 暧昧关系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复杂 一个健康好的暧昧呢 会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很快的就可以进展成情侣关系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暧昧期呢 做错了一些事情的话呢 结果也会导致你们的暧昧不轻拉的非常非常的久 最终两个人的关系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暧昧的时长呢 其实要拿点非常非常恰当 通常暧昧呢 是不建议超过三到四个星期 如果你们两个人的暧昧已经超过了三到四个星期的话呢 那代表已经到了危险的阶段了 一通暧昧拉的非常非常的长 这代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中间有很多的问题 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或者是他的问题 导致两个人一直不能够去确认关系 如果你的暧昧已经来到了危险期 你真的希望不要错过这个男生 想要成功的吸引他 让他主动的追求你和你告白成功的话 你可以赶紧点击以下的网址 去了解我们的BTA的培训班 在这个BTA的培训班上 我会跟你分享三个秘诀 让你可以真正的去吸引任何你喜欢的男人 我希望可以在培训班上见到你哦 我们培训班上再见吧 拜拜